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花博园区 那这一次文博会的主题是数据庙 狗狗狗 好我们现在呢 是在这个文博会的花博园区里面 那这里面呢会有非常多设计师的作品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文博会的主题是叫做数据庙 那花博园区呢它被设定为叫做万神殿 也是一种比喻说各种IP都是一种多神的信仰 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现场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品牌 比方说呢在今年的这个图像授权区里面呢 它就是会有100个新锐的设计师 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一个黑色的吃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逛这个D3年度新锐区 我在这边呢有访问到两位设计师 那等一下就会看到咯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我背面这一区呢 是一种面的扭蛋墙 这个在前年我们来参观的时候 人气非常的高 它是文博会呢 和数十个这样子的文创品牌一起合作 把一些小商品啊 直接放在扭蛋里面来呈现的 我们之前过年的红包有使用到这个 真的可爱 在D2区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品牌 像是乐意还有马鲁口小花式 多在这里 D1一个要熟悉的 R2一一样 当天是 A02街上 reliable 你很开心 如果不软 我可以勉 comes Ramsay 然后把柚子弟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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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ompany p Сейчас 帮是他 Pix DOM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餐问艺术店 我觉得非常特别 它叫做陆帆 因为它的作品其实融合一点中国古代那种公体化的感觉 可是它又非常的现代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就想要结合这两个 也就是日本的美人画丹 就是中国传统一些花鸟的公体化 再跟一些女性做结合这样 这一系列就是想要表达一个季节的感觉 季节的变化 比如说三月就是桃花这样子 我有重新做一些挑选 比如说像十月可能它原本代表花是芙蓉花这样 可是我选的这个芙蓉它是山芙蓉 它的山芙蓉它是台湾的原生种这样 其实我看到比较特别的是你有一本书 对 对 沙漠一点点 它跟现场的一个印章其实有关 去去去旅行的时候就一定会遇到就是 大家就说这是玄奘国务 然后我就在那个乌乌鞋 国务馆就看到那个玄奘的画像 然后就发现就是玄奘那种全副武装的样子 根本就是背包客的十足 然后就觉得这很有趣 就是它就是这么久以前就自己一个人这样跑去外面 然后我就以这个图像做成这个印章 然后外面有一个游错的样子 比较有旅行的感觉 你平常设计风格是以什么样子的作品 呈现方式居多呢? 通常是写在手上上 我的爱剧上面都是一些旅行的 都是生活上的一些纪录 我就是看电影家吃一些好吃的店 比较偏生活的旅行 这些东西就是最后就有机会的话 那可能就会剧成出版 天哪 我看到乐意了 好 我们看到乐意啊 依然是有很多美丽的花草 那这一次还有蝴蝶系列的作品 你们都不揪我 我完全会拍紧 我们来体验一下美丽的纹身贴纸 这印上去真是美翻天 那是我没办的 对啊 就这样 要等他干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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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是大事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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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 对啊 对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现场除了100个新任设计师之外 还是有很多品牌的很多厂商的 比方说我们有看到刚才的黄岸马 还有像是我们贴图很常见的缆站铺 这些非常的丰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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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李宗盛